上一世我家暴赌博遭十人迫弃 重夺一世我血洗金融街 据悉 凤凰治药的董事长林明参观承熙化工厂之时 偶然间发现化工厂管道泄露 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对比化工厂管道进行修补 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近日 蓝岛市的连环杀人抢劫案告破 据蓝岛市局长李长青表示 是凤凰治药董事长林明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配合公安局找到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发展的同时也从未忘记作为一个花国国民 一个蓝岛市市民的本分 借此蓝岛市官方表示 江董事长林明列入蓝岛市市大级初青年榜单 我和陈家等人看见这一幕都格外的触动 怪不得朱冲那臭小子没有跟我打电话 我还以为他怕只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呢 算他小子有良心 佳佳 你再看看舆论风向呢 我操 官方都出手了 官方的信息不闷了 那照片肯定是家的了 没想到林总居然无伤无息做了这么多好事 都能为立为蓝岛市大级初青年的后选名单了 这就证明他的人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得给老爷子打个电话道声谢 老婆说的对 林大老板 怎么突然想起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骨头了 爷爷 您孙子现在可是焦头烂额呢 您就别逗我了 焦头烂额 臭小子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怕是你连您昌平晚上吃的什么饭都算到了吧 爷爷 蓝岛市官方发的新闻我已经都看到了 谢谢您 这本来就是事实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而已 有什么可谢的 您能主动帮我 我真的很惊喜 行了 你赶紧忙活你的吧 回了蓝岛别忘了多来看看我 老头子我又口馋了 好 一定给您挑最大最新鲜的 既然老爷子都已经出手了 咱们也上吧 巷子啊 把视频发出来吧 就等着您这句话嘞 下午四点半 一条视频刷到网络 我叫马青青 现对网络上疯传的照片仪式 做出回应和澄清 昨天 我带着我的女儿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忽然有专业摄影团队找上我和我女儿 希望拍摄一组大片 并且给予了五万的片酬 出于利益关系 我接受了这次拍摄 可没想到竟因此牵扯上了凤凰制药的林总和陈总身上 但我绝对没有想要陷害凤凰制药的想法 对方对我的照片进行了PS来引导舆论 我在此澄清 照片上的人就是我和我女儿 和凤凰制药没有任何关系 我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向侵犯我肖像权的摄影团队起诉 还所有人一个清白 林哥 泰王制药这次彻底完了 可是 怎么了 一副有话不敢说的样子 林哥哥 我 你有话就直接问 娘们唧唧的干嘛 你说我这心理吧 怪得很 的确希望泰王制药暴跌 毕竟有利于我们抄底 可是话说回来 抄底事件立在对方股市一定会涨回来的前提 看泰王制药这架势 他们真能涨回来吗 泰王制药每年给深海市贡献的GPD超过400亿 并且宁昌平还有他老丈人在后面盯着 你觉得深海市官方真的会让泰王制药说倒闭就倒闭 可是现在网络上有关泰王制药的言论也太负面了吧 那个宁昌平的事都被报了出来 抄送那么多次 还撞死过人 要不是我们不把泰王制药拉下水 恐怕他现在都还逍遥法外 所以他的报应不就来了吗 宁昌平和他老婆应该没什么大事 但是宁昌平肯定要进去 哪怕为了泰王制药的股票 这个罪名也得要他单起 给他枪毙了最好 社会的渣子 好了好了 快别生气了 快一点了 先看看你最关心的股票吧 现在已经跌倒3900了 泰王制药还是没撑到收盘 泰王制药市值将近1500亿 也就是说这三个小时内 他们的市值蒸发了整整一半 陆氏集团那边怎么样 只下跌了五分之二 但是也有将近600个亿了 大胆开始抄底吧 能赚到多少就看我们了 到了晚餐时间 我和宁昌平总算可以休息了 明明 宁昌平的事情你们也肯定也知道了吧 宁昌平这家伙一直关注着呢 你问他 嘿嘿 放心吧嫂子 我现在连宁昌平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知道 你尽管问我 我之无不严严无不尽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泰王制药 虽然宁昌平已经想办法用各种手段挽救 但是市值已经跌了那么多了 真的有可能会长回来吗 不知道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什么都知道吗 嫂子 我知道的是人该知道的事 神才知道的事情 你得去问林哥啊 嘿嘿嘿 反正钱都投进去了 能不能展开天一楼 唉 你买了多少 泰王制药30亿 陆氏集团30亿 60亿 很多吗 要不是这两个企业体量太小 我还打算把我手里全部的钱都砸进去呢 嘿嘿 我也是 跟着林哥走 财富会自由 你小子 这么回衙院 你不要命了 你们俩能不能别嬉皮笑脸的 要是泰王制药和陆氏集团真的涨不回来的话 你们的钱可就都打水漂了 媳妇 你见过我投资失败吗 明明这一路上走过来 除了赚钱就是赚钱 居然从来都没有亏损过 太可怕了 宁昌平和他老婆也是够狠 拿自己的亲儿子宁海峰出来挡箭 这样一来不仅能让大众转移住毅力 还能博取同情 确实势高 他们不这么做有什么办法 这时候不搞个T的杨出来 舆论攻击对象还得是他们 嗯 宁海峰那是自作自受吧 不过他们的抗血要降价 我是真的没想到 居然还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这就相当于泰王制药 每年都要损失几十亿以上的利润了 几十亿和750亿的公司 你觉得哪个更值 嘿嘿 那林哥觉得 陆氏集团大便要用什么方法就是呢 我不关心 但是放心 我哪次让你亏过本 这次风波总算试过了 宁昌平那狗东西也不敢来找你了 哼 那可不一定 话音刚落 我的手机就显示出了宁昌平来点 你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 喂 宁董这是出狱了 恭喜恭喜 我只是协助警局调查 没有出狱 也没有入狱 是我言语貌似了 抱歉抱歉 姓林的 你玩够了没有 想来泰王制药股市下跌 你也购买了泰王制药的股票 对不对 独手买了一点 在我看来 林董能大义灭亲 为民除害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各路神仙一定会保佑泰王制药蒸蒸日上 嗯 林总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就别跟我聊什么聊斋了 我确实没想到 你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这么下灾难的手段来攻击泰王制药 宁昌平 你信不信 如果你今天没有给我打这个电话 那泰王制药的股市还会持续下跌 你什么意思 讲实话 泰王制药每年卫生还是贡献了那么多 还生产了大量有益的药物 想来每个人都不希望泰王制药就此倒下 包括我在内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您总一句 别来惹我 我知道了 还请您帮忙